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今天就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软件工程这个阶段的第二课 就是WRUP软件工程管理概述 那么既然叫管理概要 那么很显然很多内容不可能涉及到的全全方方面面 那么至少我会给大家介绍一套软件工程模式 当然我们一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 肯定是RUP的这么一套 就是软件工程模式 那么这套模式大家学会了之后 真正的你要在项目中去熟练应用 还需要花一段功夫 因为这个不是这么轻松的 那么所以今天我尽可能的给大家举些例子 并且把这个理论的东西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在大家练习了之后 事实上我们的第二个项目 我会带在大家一块来做 那么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内容 在我们的第二个项目 严格的按照这个标准走一次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就非常舒服 事实上这块内容学了过后 我敢肯定的告诉你 很多人都真的掌握了它 你在你的开发团队 在你现在公司里面 你完全可以升任一个leader team leader这个角色 并且把你的一套好的这个模式 去影响你公司的其他同事 事实上 你以前我带过很多学生 那他们学会了这一套之后 基本上去到别的公司 他说桑迪 现在都是我教别人 在软件管理这上面 都是我去指点别人 好 那我们照旧来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目标 熟练常见的软件工程模型 了解迭代式开发机 以及开发的特点 学习RUP软件工程模型 并且应用到项目中 重点难点 那么当然难的就是什么呢 不要仅仅停留在理论 而将RUP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之中 了解RUP的过程产 模型及产物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 课后练习 其实真的是要做项目 多去应用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 我们正式来跟大家去沟通这个课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软件工程的一个模型 按照我们的一个时间顺序 我们大概可以分 非常知名的三套软件工程模型 那么 第一就是以前在八十年代 比较流行的 比较流行的瀑布型模型 瀑布是模型 for 那么他这个模型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 你看他这个图 他把软件开发 他把软件开发分成了很明晰的计划阶段 开发阶段 以及后最后的一个维护阶段 每个阶段 他都定义了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每一个阶段完整的结束了之后 才进行到下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 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像阶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同时也就意味着 你看 这个是从上到下是个阶段 对不对 从左到右是代表他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 他认为计划阶段的这个时间相对较少 开发阶段占这么多 后面是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维护阶段 维护阶段 所以 他在这个过程中 给我们感觉是不是有点像瀑布下来 下楼梯 那么 所以就有点像那种瀑布 一层一层的留下来的感觉 那么 这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瀑布模型 那么瀑布模型 比较多的适用在早期的大型项目里面 特别是 有过对日外包经验的朋友肯定就了解 日本人他们会写一些试像书 但试像书 他会写的非常清晰 比方说 你拿一份需求分析文档 他会给你写的 写的非常清晰 清晰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在界面上某一个按钮 点了过后 应该怎么走 他的界面效果怎么走 下面的业务怎么走 都会给你定的非常清晰 而且还编号 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工作 定的比较细 对我们每一个编码实现者要求是不是相对较低 因为他就会很明确 很明确 对不对 你没有太多的设计工作 因为别人都设计好了 连最基本的一个实现都给我设计好了 我只是要去编码实现就行 那么以前的印度公司也喜欢采用这种方式 动不动就几万个人在做 那么这样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文档非常丰厚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在文档上画的功夫会不会很多 肯定会花了很多的功夫 对不对 所以 这种方式我们正在逐渐的 后来在逐渐的被替代 人们不愿意在文档上发这么多功夫 而且这种方式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他完全走完一个定义 再走下个阶段 那如果说走到最后 我走到这个地方 编码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需求分析 哪个地方做错了 恼火 他只能放到下一个版本 一般情况下 就是 就是他的这整个过程 就做的是很机械化 我所有人在做需求 就都在做需求 所有人在做编码的时候 就都是编码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编码的时候 最后编出来 如果不是客户想要的 我们就眼睛有点傻了 就有点傻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我们需求做那么详细 客户的确认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这样的过程 所以整个生命周期是比较大的 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比较多的 那么后来 我们就不采用这种方式了 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 叫迭代式开发 迭代式开发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叫迭代式呢 上面是一个被子 下面是一个被子 把它们叠到一起 这个是不是就叫叠 对吧 那么可见 我们原来的楼梯是这样子走的 现在我们把楼梯改良了 改成这样子走的 并且 某一步发生问题了 还可以再循环回去 不断的循环 这个就叫我们的一个迭代式开发 也就是说 我们的需求分析 做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可以拿去做设计了 设计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可以去编码实现了 然后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反过头来 再去从 再去迭代这一块的 这个需求分析 看哪有问题 我们就不断的去修正它 然后从里去修正其他的 那么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单元 这分割的相对较小了 而且相对的比较反应迅速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 称为迭代式开发 迭代式开发里面比较出名的 就是RUP 称为统一过程 统一过程 那么 那么这样的一个 方式 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是我们 应该说是 被广为流传的 一种迭代开发方式 这个模式以前也是 IBM主推的一套模式 OK 后来又出现问题了 有的时候 迭代开发 我们还觉得它复杂了 很多时候 遇到一些小项目 我们就在思考 能不能反映的更迅速一点 能不能文档更少一点 甚至于我就两三个人在编程 所以我们就能不能把这个迭代的周期更减少一点 所以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模型 称为敏捷开发模型 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XP和Scrump 那么敏捷开发模型实际上它也是 它也是基于迭代式开发发展而来的 那迭代式开发 是不是它又是基于我们的瀑布型开发发展而来 所以我们看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 在人类世界里面 它不会凭空出现 都是什么 抄袭加改良 就是创新 所以当我们发现瀑布型开发不够用了 就想迭代式开发 让它反应更迅速 文档更少 后来我们发现迭代式开发还是太复杂了 我们就诞生了敏捷式开发 让它迭代更频繁 反应更迅速 文档更少 对不对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就把项目做成功 你真的项目做成功了 你一个文档都没有 都没有个问题 只要你满足了我们这个项目的需要 比方说你们的项目不需要进行二次开发 你确定你的项目将来也不会给别人 代码也不会给别人 确定你们就发布这一个版本 你什么文档都没有 只要你的项目运行是成功的 你的项目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在用这些软件工程模型的时候 就跟我们中国的物价一样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我们用模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看来适不适合你自己而已 适不适合你这个项目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迭代式的开发 或者说在迭代式开发上面改良过来的这些模型 因为在我的眼里 敏捷开发模型和迭代式开发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学这各种各样的开发模型 但也许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严格的完全的只遵循一种模型 我甚至会采取各家之所长 好 那么下面我就来推崇一下 重点的以我们的RUP这样一套软件工程模型 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软件工程管理的范围内 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就是RUP的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图 一个图形来介绍介绍它的 那么它有横向和纵向 这两条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怎么解释 横向代表了制定开发时间 制定开发过程的时间 体现了这个过程的动态结构 它以周期阶段迭代里程碑来进行表达 你现在就注意有几个词 周期比方一周就是一个周期 阶段比方一个月就是一个阶段 迭代就是我们不断的循环 里程碑是什么呢 里程碑就是我完成一次需求 就算是一个里程碑 我完成了设计又是一个里程碑 我的产品发布又是一个里程碑 对吧 所以周期阶段一直到里程碑 它是一个由小到大的时间 时间层 那么纵向 表现了我们过程的动态结构 就是横向表示的是时间 是时间 那么纵向 表示的是我们的过程的静态结构 如何用活动 产物 角色和工作流 你看又是四个东西 活动 产物 角色 我们画UML 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和工作流 活动是什么东西呢 活动你可以把它想成use case 就是一个用户场景 就是一个具体的动作 哪一叫活动呢 开会 这就是一个活动 对吧 产物是什么呢 在我们软件工程领域产物 我们能想出谁呀 第一 文档 第二 安装包 第三 原代码 这是不是都有我们的产物 对吧 角色呢 角色比方说 需求 需求分析者 需求分析人员 架构设计师 各个小组的team leader 我们的测试人员 QC 质量控制人员 配置管理人员 这是不是就是角色 对吧 就是我们整个项目中 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协作分工的这样一个项目的 各个角色的这样一个定义 工作流是什么呢 工作流是一堆活动的集合 比方说 需求分析工作流 项目设计分工作流 那么左边的这几个全部都是工作流 看没有 那么下在下面 我们来看 好好的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先看一下 这样 上面这个横走 他把这个地方分成了一个阶段 对不对 这个阶段分成了四个阶段 包括初始化的阶段 细化的阶段 构造的阶段 构造其实就是就是什么 实现和发布的阶段 这四个阶段是不是 大家想象一下 他从前面这一块 初始化 细化 然后再构造 再发布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什么呢 软件开发的各个过程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小的组织单元 比方说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初始化 然后细化 然后最后再 在编码 然后再这样子 所以 他实际上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 这样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 在这个生命周期里面 实际上 针对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流 右边是我们的工作流 针对我们的所有工作流 都会有这四个步骤 我们称为四个步骤 并且不断的去迭代 不断的去迭代 你举个例子 我们去做需求分析的时候 需求分析 我们去客户那里 是不是首先要初始化 初始化干嘛 去评估一下 这个是什么项目 大概值多少钱 老板是谁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初始化过程 好 怎么去细化呢 细化就是 我第二天过去问 就是你们这项目我接了 那你告诉我 你有哪些模块 他说我有八个大模块 七个小模块 那好 这些模块里头 又有哪些具体的 那他都告诉你了 这是不是就是细化的过程 好 第三 构造 构造就是什么呢 当你细化最后的用力图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需要向他要报表 向他要数据 要表格 要资源 对不对 并且回来干嘛 行是不是形成我们的 UML的需求文档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需求的文档的构造过程 对吧 最后 什么叫发布呢 最后我汇总成了一份完整的用户需求报告 成立给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老板 这是不是就发布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 可能我们正在构造的时候 也就我正在去把它实现成UML的时候 可能我还是客户需求发生变化了 我又要去询问客户需求 说你这里 你头又有哪些小模块啊 具体的业务场景是什么样子啊 是不是我们就从构造又迭代回细化了 所以这整个过程 你看 就仅仅拿需求来说 都分这样四个步骤 那么其他的什么设计 我会告诉你 全部都分这四个步骤 所以我们不再像瀑布形的样子来看 因为瀑布形的话 它什么 直接就是什么需求设计 然后最后就结束了 对不对 它没有所谓的这种迭代的小单元 但我们这样不一样 我们这样不一样 好 那我们 我们下面就来看 就来看一下 你看 它在初始化的时候 一个初始化 细化的时候 两个细化迭代 构造的时候 N个构造 发布的时候 也有多个发布 你看这都是反映出了 它的一个迭代 对吧 好 那么阶段我们知道有四个了 初始化 细化 构造 和发布 这个注意 这四个不是我们软件工程的里程碑 这个不要误会 这四个不是我们软件工程的生命周期 的里程碑 好 下面我们说一下工作流 工作流 我们有 1234567 123456789 9个 我们把九个分成两类 前六个是一类 后三个是一类 前六个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 核心 工作流 后三个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支持工作流 那么核心工作流 就跟我们软件开发 一般情况下的生命周期就有关系了 就软件开发的里程碑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 业务建模 这是一开始 去做业务建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 他 他 你看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图形 在初始化阶段 化的时间是不是最多的 然后逐渐去细化 反倒是在发布这 几乎没有什么要他发布的 对吧 需求阶段 需求工作流 在初始阶段 花的时间非常多 在细化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多 在构造的时候可能还会迭代和反复 对不对 最后发布就比较容易了 设计阶段 初始化的时候要少一点 然后在细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我们细件的时候 那么内容反而要多一些 最后去构造 在实现的时候也要花不少内容 然后我们再看实现工作流 实现工作流 我们重点花的时间 是不是都在构造上面 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实现上头 我们的 我们称为初始化和细化 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实现过程 对不对 都是你看吧 就初始化和细化 是不是都是为了了解清楚 那我们实现 你比方你在写代码的时候 实际上你了解清楚 说白了就是 你实现在代码的 它的一个环境需求 甚至于你的一个设计考虑 一般情况下 真正在你编码过程中 实际上花的时间 是不是相对一较少 比方你编码编了一周 你可能 当然这个实现 就是指我们具体编码 还不是什么那种设计 模块设计 模块设计是上一步 分析和设计 在具体编码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大多的时间 都是在干体力活 就在干这个构造的这个活 对不对 你看很容易 你看它这个就很形象 每一段应该分多少经历